1 2 3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bby 很久都沒有跟大家拍片說話 話說剛剛這個月就是我的復活節假 由於復活節假有一個月 所以我就回到香港 回香港實在太忙了 也沒有時間所以就沒有時間拍片 現在就終於回到這個背景了 這個背景就是我已經回到英國了 所以就可以抽一點時間拍片了 我今天這條片想說什麼呢 就是一些我剛剛來英國的時候 會覺得很不解或者很奇怪的事 但可能是隨著這個日子的過去 我就已經習以為常了 但是因為我這次復活節假 從香港回到英國 不知道為什麼呢 這次的感覺好像有一點陌生 然後好像要重新適應一個地方的感覺 所以又令我勾起這些 覺得很奇怪 很難理解的一些東西 如果你是因為看到標題 而入來想知道為什麼的話 就sorry了 因為我全部都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有些我是嘗試過Google的 不過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自己Google一下 看看原因的 我們事不宜遲就開始了 從飲食方面開始說起 第一樣就是 英國人是不喜歡share食的 其實這件事也不難理解的 好像你平時吃西餐 通常都是自己一碟 別人一碟去吃的 你很少會像中餐 說有很多碟送 然後夾送 沒有這種事 所以其實也合理的 但為什麼我會覺得這件事奇怪呢 是因為有一次我和幾個英國的朋友去吃飯 又是一樣 我一碟 他們一碟 一人一碟 但是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但是去一間餐廳吃東西 你當然想去一次就可以試到很多不同的食物 你才知道那間餐廳是不是真的好吃 但是 我那一次就想試我朋友那一碟的食物 我就說可不可以夾你一碟來試 但是呢 他就有一個很不洩 和很不情願的語氣 他就說 但他意思就是叫我吃回自己的碟 所以這個也覺得挺無奈的 如果你跟英國人說這個打火鍋 然後呢 他們會直接說 他們會覺得這件事很噁心 因為 因為他們覺得那些筷子 和叉子 全部都插在一個鍋裡 然後夾那些食物 他們會覺得 很不衛生 或者是很噁心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才是打火鍋的精髓 就是要一個鍋 然後很多人一起 沙布沙布 亂粒粒 真的很棒 但是他們就不喜歡 第二樣就是標題所說的 就是 英國人是不喝熱水的 其實這件事 我是很遲的時候才知道的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就是因為有一次 我和幾個英國的朋友去看電影 看電影我就很少會買 那些斑菊或者汽水進去 但是呢 我其餘的幾個朋友呢 都是有買的 那我就不輸蝕 那所以呢 我都去了counter那裡 那裡 就點了一杯 不用錢的熱水 沒錯 是不用錢的熱水 那我點完之後呢 那我那個英國的朋友呢 他就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 這樣看著我 就是很奇怪的眼神看著我 然後就問我 你剛才不是點了一杯熱水嗎 我說是 然後他就說 That's so weird 就是覺得很奇怪 但是呢 我就 不明白了 然後我就問他 為什麼會覺得奇怪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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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跟我說為什麼 但是他就覺得很奇怪 那 就是因為這樣 我後來再問多幾個英國人 我才發現 原來他們是不喝熱水的 那他們什麼時候會喝熱的水呢 就是 當他們喝茶的時候 就會 將滾水倒進去 才是熱水 那 說起看電影 那 看電影呢 也有些事情我會覺得很不解的 嗯 首先是什麼呢 就是 在英國這一邊看電影呢 看電影之前呢 是會有半個小時的廣告和預告片 通常一部電影呢 都是一個半至兩個小時 那但是 但是廣告和預告片 加起來 竟然是有半個小時的 其實是佔很多的時間 是不是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這麼長 就是 你平時看Youtube片 如果你 開之前 他的廣告 是一分鐘 你已經覺得很難頂的 就是 當他不讓你按Skip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很煩 那 但是去戲院看電影 既然廣告再加預告片 是有半個小時 那我就真的覺得太長 不過 無可否認呢 在英國的戲院裡看的廣告 的確是高質一點的 我覺得是 比香港的廣告高質 它絕對不是Hardsell那一種 但是 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真的太長了吧 所以 在英國看電影 通常都是 每張試進去的 然後還有一樣 我覺得 看電影不明白的東西 就是 在英國看電影 是 沒有字幕的 那這件事呢 其實 就 不僅是英國的 其實呢 有很多 歐洲的地方 或者是 甚至美國 我問過一個美國的朋友 他都說 他們的 看電影是沒有字幕的 但是呢 我們在香港看電影 那 不僅是只有中文字幕的 簡直是 中英對照 就是這樣 那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樣 但是我從小到大 無論是看電視劇也好 看電影也好 雖然我聽得懂他說什麼 但是呢 我也是會向著字幕 那個方向看的 就是我一直都是向下看的 就是我習慣了去看字幕的 然後我剛剛來到英國看電影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嘩 真的很辛苦 那一開始真的很不習慣 但是 由於我是一個很喜歡看電影的人 所以我不會因為這樣而 阻止到我去看電影 所以呢 我也是堅持著去戲院看電影 慢慢呢 就已經習慣了 那現在呢 都可以聽得明白 八成左右 但是之前呢 是說 可能只有六七成 就是聽得明白 那就很辛苦 就算平時是看那些什麼 綜藝節目 那些字幕 都不是只有下面那一行 它簡直是 就這樣 大大隻字 這樣 啪啪啪啪啪 但是來到這一邊呢 你看什麼都好 都是只有畫面 然後呢 就說一下 一些日常少少的東西 那 第五樣呢 就是 英國人呢 是不戴口罩的 你有病的話 就應該要戴口罩啦 這樣呢 你才可以 防止這個病菌傳染嘛 是不是 這樣才不會令到其他人病的嘛 但是呢 在英國呢 你是在街道絕對不會看到 有人戴口罩的 之前呢 冬天 說著 好凍好凍的時候呢 那我就試過戴口罩上課 其實呢 我那一天戴口罩呢 就不是因為我病的 我是一點病都沒有的 那為什麼戴口罩呢 純粹是因為我想保亂 就是 因為冬天的時候 你想想一下 而且是大風啦 那呢 你走在這條街那裡呢 那些風是刮臉的嘛 就是很痛的嘛 所以為了避免這件事 我就戴口罩 這樣就上學啦 然後呢 我去到這個 課室的時候呢 很多人都會覺得很奇怪的 這樣看著我 但我一開始都不覺得有什麼 那直至到我下課 然後我有些 英國的朋友呢 就走過來 然後他們就很驚訝 那樣 就是很害怕 就問我 你什麼事啊 你幹嘛戴口罩啊 這樣 然後我跟他們解釋 就說 沒有啊 我只是保暖的 然後他們就在那裡笑 這樣 因為他們說 他們以為我有癌症 還是不知道什麼 就是 他們 英國人呢 是會覺得 如果你戴口罩的話 你應該就是很病 或者是 去到癌症的程度 你才會戴 戴口罩 這樣 所以就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 有點奇怪 為什麼不戴口罩 所以呢 去到那些轉季的時節的話 你上課的話 你就會聽到 不是二重咒 那麼簡單 是四、五重咒 然後呢 一個人咳 然後就連環 就不會停的 第六 英國很多的電梯都是沒有關電梯的 我剛來到英國的時候真的很不習慣 而且我經常把警鐘按錯了變成關電梯的 但其實是沒有關電梯的 從沒有關電梯的東西就可以看出英國人的慢活的生活態度 就是沒有關電梯是沒問題的 就站在那邊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搭電梯的時候 明明已經去到你的樓層了 其實門自己也會開的 但我很喜歡一定要不停按開門 以為好像會快點開門 但其實不會的 我就是這種人 所以沒有關電梯對我來說是十分困擾的 當然不是很多的電梯都沒有關門的 有一些比較新的大廈或是樓層 都已經可以關電梯 但比較舊的和我學校都是沒有關電梯的 第七樣 英國的水龍頭是熱水和冷水分開的 熱水是出一個水龍頭 然後冷水是出另一個水龍頭 那意思是沒有暖水 冬天很冷很冷 但是你想洗碗有一點熱水 可能暖一點 都是不行的 要不就是超級熱 要不就是冷 如果我的做法 如果是水龍頭和熱水和冷水分開的話 我就會兩個水龍頭都開著 然後就把熱水和冷水撥在中間 其實就是 怎麼說呢 冰火雙肉 從這個水龍頭 這個冷水和熱水分開 你又可以看到 英國人的生活態度和處事態度 就是沒有中間 要不就很熱 要不就很冷 要不就黑色 要不就白色 總之就是這樣 以上呢 這 我不知多少 以上的那麼多 就是 我一直都覺得很難理解 在英國的一些小事 那 如果你 歡喜的話 那 什麼歡喜 如果你喜歡的話 那就可以 在下面留言 那就可以跟我聊天 那 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雖然沒有什麼看 不過也可以follow一下 如果不歡喜的話 那就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